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吗 然后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是不是合同派也就是鸽派给台湾的最后通牒 好 首先呢我在讲今天的这个主题之前呢 我要讲就是张念池 是谁 谁是张念池 可能我相信大部分网友都知道 但是我还是跟大家科普一下不知道的人 给大家科普一下 张念池是 怎么那么难念 张念池是中国大陆那边 很重要的一个合同派的学者 他是非常对对台湾非常非常友好的一位学者 他其实以他为代表 他对台湾有 就是 我忘了是谁讲的 张灵珍还是谁 反正就是讲说 张念池他对台湾就好像是 男人对女人那样的就是无尽的包容 当然这只是个例子 就是对台湾就只要你愿意我 愿意跟我在一起 我都可以让给你让给你这样 类似这种 但这只是张灵珍举的一个例子 具体怎么讲我永远忘记了 那张念池他是上海科学社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 然后呢他现在担任的职位是上海东亚所的 之前之前是上海东亚所前任的所长 然后是大陆著名的涉台学者 歌派 歌派代表的著名的涉台学者 那他竟然会讲出所谓的要对台湾订定这个 对台湾统一台湾订定一个所谓的统一法 那在这个里面呢 有讲到说 不排除未来解放军的军机可能会飞越台北上空 来增加对台湾的这个威吓力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对台湾来讲 对我们台湾来讲是一个叫做警钟 这个是说 难道是说合同 所谓的和平派 和平统一 走这条路 已经 如果由张念池来这样讲 已经非常非常 岌岌可危了 才会增加这个 对对合同的这个压力 就是我加压 我要对台湾加压 然后来让台湾能够正式的面对这个问题 那为什么 其实张念池 他自己 他自己已经很有名了 但是他爷爷其实是更有名的 他爷爷叫做张太炎 张太炎是同盟会的 跟国父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伙伴 然后有资助 国父孙中山先生 然后推翻满清 建立中华民国 然后呢 张太炎也是一个非常 就是清末名出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 他当时也帮助制定了 就是我们到底到底中华民国建立 国语要怎么去去做 怎么去制定这个国语 然后张太炎这个也是有参与其中 所以以张念池他爷爷张太炎的这个背景来讲 张念池他对中华民国有特别的感情 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但是呢却这么对这么一个有 我讲有台派好了 这么一个有大陆有台派的一个学者 发出这样子的言论 其实呢对于观察两岸政治的政治人物 或者是我们这些这些靠一张嘴巴吃饭的媒体人嘛 其实要真的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不是一个风向有可能改变的一个前前照 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念池是怎么讲 来看这个报道 我先把自己的缩小 好来 缩小 大陆的学者呼吁订定统一法 预告共军将飞越台北上空 这个是歼16来 歼16的照片 好来我来念一下这个内容 大陆著名的涉台学者上海东亚研究所前所长 他是前任的 张念池指出呢 大陆对台的工作当务之急 是要好好建立一部所谓的统一法 然后要讲清楚怎么合同 然后怎么武统 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统 我一定要统 但是要怎么统 我要讲清楚 合同讲清楚 武统讲清楚 那大陆要始终保持战略主动 把握两岸统一的时机 抓紧时机 做好对台立法 执法 军事经济 舆论等一系列准备工作 确实的推进两岸统一的进程 然后所谓的这个叫制统台湾 桥统台湾 不是霸王硬上公 他就是还是说 对台湾统一 要智取 要桥取 好 来张念词在这个中国评论 这个月刊 发表了专文 中国历史使命与台湾的问题指出 人们公认两岸已经处于准战争状态 其实真的是蛮危机的 就是除非你假装装睡的人 就叫不行 不然如果你真的对两岸 有些观察的话 你会知道 这个事情不是唯言耸听 两岸已经处于所谓的准战争状态 赞成和平统一的人 越来越不敢讲话 尤其是在今天台湾 台湾内部的舆论环境 政治氛围之下 赞成和平统一的人 要面对的压力 是非常非常大的 像我只是一个媒体 媒体人吧 我这么称呼自己 我专不专业另外说了 像我只是个媒体人 我都面临我的压力 更何况在台湾要从政的人 他面临的压力会更大 如果他支持 他的理念是要呼吁和平统一的话 其实目前是在台湾 真的是不太敢讲话的 这样的声音 好 然后张念词认为呢 和统跟武统是大陆维护国家 统一的两个必备手段 不应该存在矛盾 和平统一是目前为止 还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策 就是中共中央现在对两岸的政策很清楚 还是和统为主 还是和统为主 然后呢 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选择呢 必须涵盖了所谓的民族最高的利益 那不管和统跟武统 张念词就讲 都要做到以下三点 来哪三点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点 统一要能够促进社会进步 与生产力的发展 使国家更繁荣富强 有助于民族振兴 有助于融合发展 就是说统一要对两边都好 然后对整体中华民族都要好 这一点我是相信的 只是这一点要怎么去加强论述它 然后呢 第二点是统一 等一下 好刚刚讲到第二点 统一要让被统一的一方 心悦仁福啊 就是被统一一方的人 就是我心悦臣福 我是愿意的 然后从得到更多实惠跟利益 然后从而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第二点我等一下再论述 然后第三点是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同情支持安心 而不是焦虑与害怕 OK好 我们来看张念词 他讲到的这三点 首先呢 第三点要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同情支持安心 而不是焦虑与害怕 我相信第三点 目前的中国大陆 已经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了 第三点 目前的中国大陆跟国际形势 各个关系来讲了 第三点 中国大陆已经具备这样子的能力了 第一点 第一点呢 统一要能够促进社会进步跟生产力的发展 使国家更繁荣富强 有助于民族复兴 就是对整体的中华民族 对两岸 两岸三地 还有整体中华民族的未来都是更好 统一的这件事 我也相信第一点是真的 只是这个要再加强论述 到底会怎么样子 未来会怎么样子变得更好 麻烦的是在第二点 麻烦的是在第二点 第二点是统一 要让被统一的一方 新月人福 要得到更多的实惠跟利益 从而共同缔造一个更美好的家园 就是要怎么样让台湾人愿意 就是能够开启和平统一的 这个起码是谈判吧 这个是就是所谓新月人福的第一步 然后得到更多的实惠跟利益 我记得我在东南卫视 那个年终节目 我有当提问人之一 我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时也是被骂得很惨 我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要在台湾现在的 对于幸福感的一个认知下 我们觉得我们的这个 目前现行的这个民主自由 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幸福感的来源 那在这样的前提下 大陆方面要怎么样让台湾人能够认识到 并且相信 两安统一后 能够带给台湾更好的生活 我记得我的问题大概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跟第二点 张念慈 前辈 讲得非常非常 我觉得 我跟他很像 我跟他像 真的是心有灵犀 小弟我的荣幸 就是我相信张念慈 他在大陆内部应该也受到很大的压力 包括 如果我提这个问题 我都受到这种压力 以张念慈 他的角色 他应该会受到更大的压力 但是呢 基本上的脉络就是一个 你要怎么样让台湾人能够知道并且相信 未来能够过得更好 OK 等一下 我重新整理一下这个 好 我们来从第二点开始好了 对不起 对不起 刚刚有点断掉 重新来 好 来 所以呢 这三点来讲呢 第二点是 我觉得是最难的 就是跟我在东南卫视提到的那个问题 就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就是说要怎么样让台湾人能够相信 就是两岸统一会对台湾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然后呢 在这个前提下 你才能够促成所谓的被统一的一方是心悦臣服的 这个合同的状态 好 然后呢 大陆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要求的 这个所谓的进一切手段与进一切努力 维护合同是很有距离的 那当务之急是要好好建立一部所谓的统一法 然后呢 涵盖怎么合同跟怎么武统 要讲的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OK 好来 再来往下 Oh my god 等一下 我又断掉了 好 没关系 我继续讲继续录啊 好 然后呢 这个所谓的是统一思想 依法办事 然后震慑对方 又稳定己方啊 要有这个什么话语武器 以法律做武器 然后才会威力巨大 所以要立这个所谓的统一法 那立法过程呢 就是集思广义 统一的思想过程 其影响与作用可以压倒一切 好 来 再来往后看 嘿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不是又断了 晕倒 啊 今天川流怎么有问题 好 我把它录完再说 啊 OK 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合同的这个核心呢 就是与台湾同胞共同制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 这个是跟台湾同胞要共同制定 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是说对岸提出一个什么方案 然后好像香港的这个一国两制一样 是跟台湾同胞共同制定的 也就是说呢 台湾这边呢 要上桌开始去谈判 要上桌开始去谈判啊 好 那 来 等一下 好 刚刚讲到这个合同的核心是跟台湾同胞共同制定 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啊 好 那这个是跟台湾共同制定的 那怎么样叫共同制定呢 就是说 台湾你要愿意上桌去谈 也就是说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 是在桌上谈判谈出来的 而不是拿香港的那个例子去套用的啊 所以一直在讲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等于香港的那种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针对台湾实行的所谓一国两制 那这个一国两制 那当然大家现在对一国两制是一个污名化的一个状态 就是反一国两制我不要一国两制不要 但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等于香港的一国两制啊 还是要讲得很清楚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是 在谈判桌上谈出来的这个方案啊 那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呢 如果说台湾人愿意去做的话 这个是民进党当局最害怕跟反对最强烈的 所以呢大陆要坚持下去 合同就是要同共同制定所谓的台湾方案着手啊 那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这个合同派的这个学者张念词的这个想法里面的 它应该是有两案就是由台湾同胞参与去制定的一个方案 共同制定啊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共同制定 那就不叫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了 那就不是合同方案 那就不是合同方案 所以合同的方案是唯一方案 我可以这样讲唯一的方案叫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这个方案长怎么样呢 弹出来 然后呢台湾因为现在是叫做一美谋独嘛 而美国呢这个叫做以台制华 所以就是说两边现在叫非常match 台湾利 就是美国利用台湾牵制中国 就是 就是变得是让 利用台湾这个棋子 能够尽大的拖慢 中国大陆追上 美国的脚步 然后这个就是台湾问题的现状 就是台湾被美国当棋子使 当枪使 所以呢中国大陆不得不 因为前面这个原因啊 就是台湾以美谋独 美国以台制华 所以中国大陆不得不派飞机军舰 在台湾周边巡航 这个叫宣示 宣示给谁看 除了宣示给台湾看 主要是宣示给美国看的啊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就如同1958年的这个金门炮战 823炮战一样 这个是打给全世界看 也给美国看 证明台澎金马 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啊 这个当时呢老毛跟老蒋 两边也是有默契的啦 单打双不打 就是留着金门 跟中国大陆这边 有做一个连结啊 那这个是 另外一件事啊 然后呢 所以呢 因为这个前提 这统一法定定了以后呢 未来可能大陆的飞机会飞越到台北的上空 你们想象一下 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就是大陆的飞机飞越台北上空 所以即使这个叫即使擦枪走火 我们还是要不停的飞越 如同当年的炮击金门 这是一个非常 已经是说 踩在边缘的一个合同方案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所有的军事的动作 我不是真的出兵去打 我不管是在在那个航空识别区这样飞 然后或者是增加飞行的这个频率 或者是未来统一法定定以后呢 有可能飞越台北上空 这个是这个叫做增加威嚇力 我不打 但是我要把我的威嚇力增加到最大 让台湾人能够正视这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不要谈 这个已经是我的最后通牒了 这个是我增加威嚇力 战争在眼前 不是你们说的解放军不敢打 不会打 所以如果未来真的这样子 但是这是非常有危险的 因为即使有可能擦枪走火 如果真的解放军的军机 统一法定了 可能飞到台北上空的话 那就 就是真的有可能 如果真的解放军机被打下来 那就真的要开战了 所以这个非常有可能擦枪走火 我相信不太至于 不至于到真的要到那一步了 然后那个是压力要加压到非常非常大 但是即使这样可能会很危险 而且其目的也不是准备全面攻占台湾 即使解放军的军机飞越台北上空 目的也不是准备全面攻占台湾 也不是武统 很好玩 也不是解放 解放军的军机飞在台北上空 如果真的有一天的话 它的目的不是真的要攻占台湾 不是真的要攻占台湾 也不是武统 也不是解放 是以武逼合同 我们的压力很大 但是我们其他的选择办法又很少 所以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也就是说呢 其实讲白了 就是说 只要在解放军真的出动 出兵 武统的之前的所有时间点呢 台湾都可以去开启 和平统一 主动开启和平统一谈判 去谈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但是这个要在我真的武统之前 我所有这些动作就是要迫使你上 谈判桌跟我谈 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那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应该是在这边 这里这里 对 合同的核心就是跟台湾同胞 共同制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这里 所以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是要跟台湾的人共同制定的 也就是我们上谈判桌台 所以也就是刚刚张念慈讲的 这个统一法我订定以后呢 哪怕未来我加压 不管不一定说就飞到台北上空或怎么样 哪怕真的飞到台北上空 这个也是为了要迫使台湾上谈判桌 去谈我们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只要解放军真的出兵 那一天之前 你愿意跟我谈 我就愿意跟你谈 我是这样解读的 那但是用一个比较 比较 这叫危言耸拼吗 还是比较强一点的讲法 就是说 这也是合同派了 就是鸽派 我用的这个标题的这句话了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其实也就是鸽派的这个最后通牒了 因为你如果不是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未来的所有所有方案 都不是合同方案了 未来 这不是未来 除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外的 所有方案 都不是合同方案了 只有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才是合同方案 而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不等于香港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长什么样子 你是要台湾跟对岸去谈 你谈嘛 你只要愿意上台湾桌 谈出来这个 这个才叫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所以它还没有一个面貌 就是前提是你台湾要愿意谈 我们台湾要愿意上这个台湾桌 谈才有这个方案 而这个方案是合同的唯一方案 除了这个方案以外 那就不是合同方案 OK好 所以呢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 这个也是 鸽派 合同派 给 合同 下的最后通牒了 就是除此以外 你不要 也不要逼我们鸽派了 我们鸽派也 散尽最大的 善意了 就是 就是这样 OK好 来今天网路不太好 不好意思 那等一下开放Discord coin 等一下开放Discord coin 好来 我把Discord打开 然后